就是我用我的那個工程的利益來去 第一個是經濟上的利益 第二個過去國民黨最後的一套方式 就是我直接去抓地方的頭人 地方派系的頭人 讓他去譬如說選那個農會議會啊 然後一直到鄉長、政長啊 然後出來就是什麼 縣長、立法委員這些 在政治上面提名的權利 另一方面呢 就是公共工程跟國營事業八包的東西 其實我養起了一票這樣子的人出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 好像是台灣的現象 但是其實在全世界有什麼樣子 其實我看過一些報導就在講 福島裡面的那個臨時工人 其實後面就是黑道 我們會講地方派系啦 會講黑金啦 但是其實它本質上跟黑道差不多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些東西 好 那我們在談到這個東西之後 就是我大概跟大家 大概第二個階段就是 第二個階段就是 就是我今天把我得到的內容 應該是不會動的 就我對我的電話都要解 重開機啊 重開機可以嗎 花式可以動 只有花式可以動嗎 從開機啊 從開機就可以了嘛 好吧 那你幫我重開 然後我繼續去講 我剛剛講 第一個階段是 我先把基本的事實說清楚 我覺得各位 如果說要再做寫報導 不管是多大的事情 多小的事情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永遠都要假設你的讀者是什麼都不知道 你永遠都要這樣的假設 當然這樣的假設會讓你寫作非常的困難 有的時候沒有辦法貫徹 但是你永遠都要做這樣的假設 好 那我看過很多 那個那個 寫作比較沒有經驗的那種寫作 就是會經常讓人拍的東西 因為你這個到底是什麼意思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所以說基本的事實的介紹這件事是很重要 然後第二個東西就是得到的內容 然後我剛剛講第三個階段就是對答 直接跟台電 我那天台電開機診會 我就坐在游行山 就是他們那個處長旁邊 直接拿問題去問他 然後他的回應通通都記下來 然後也包括拿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問題去找原能會 我到原能會是 是直接到少要處 就是原能會不管你不許這樣辦公室 也是把所有資料都拿出來一個一個講 然後呢 然後呢 就是說我今天提的問題 你要給我一個回應 包括說來與儲存場 包括台電 包括原能會 他們三方面各自會有一個回應 那他的回應其實我都寫出來 他的回應之後 我再繼續去打他的回應 就是他丟出來的問題 我再提出新的問題出來 然後 沒關係 可先生 因為 就是 就是雙方來對話 那然後一直對話對話到最後 得到了一些成果 但是這個成果其實是很低的 當然可能有人會想到說 最大的成果就是希望說 來與可貴料儲存場 牽出來與 對不對 然後打到他牽出來 但是其實沒有這麼好 事情 世界沒有這麼美好 那然後在打的過程裡面 當然譬如說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 台電就找了一個人 然後裡面裝個 偵測器 然後 那個偵測器看起來 我看不到 所以說他今天講說那個摔油器的 你也沒有辦法再打他 然後呢 原能會 因為我提出來這些證據 其實原能會我真的 真的很有意思 原能會就我提出的這些證據 他對於 他對於台電開出了四張 四張違規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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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單吧 可以說是拔單 人家那又沒有拔錢 所以就要這樣子 裁定有四項三級違規 就是從這些所有的照片裡面 這裡面包括了說 他今天譬如說大家剛剛看到那個 在那個那個停車場 刷油器的那個 那個就是一個違規 那就是一個違規 那原能會也有一個 也給裁定他違規 可是然後呢 我就問原能會一個問題 原能會說 這張照片違規 沒錯 然後另外呢 那個那個那個 好其他情況先不講 不太複雜 譬如說他說這張照片違規 他就裁定好 這件事情違規 我就問原能會說 那你 那你會 我 你大概是我所看過 全世界最沒有推理能力的人 你今天看到 我有一張照片 在這個地方 然後說他有七歲 他違規對不對 他就說對啊 那如果說你還有其他照片 歡迎你通通提供給我 然後我一個一個可以判 我就說 假如說我 我像這樣照片 我找出一百張 你就判他一百個違規 他說對 然後我就說 為什麼我會說 你是全世界最沒有推理能力的人 你今天看到了一個 這樣子的現象之後 你有沒有可能去推理到 他所有的幾萬桶的核廢料 通通就這樣處理 如果說這幾萬桶的核廢料 通通都是這樣子處理的 那麼這個 花了四年時間的 藍鱼圖廢料儲存上的檢診 這件事情 需不需要 重新的做一次檢診 要去檢診這個檢診本身 因為他會不會是有問題的 結果原能會的邏輯就是 原能會的這台電 你碰到台灣的官僚 真的就是這樣 台電看了我貼的那張照片之後 因為他就放大了我們的照片 然後找到上面有一行小的數字 然後他就從這行小的數字去找到了那個桶子 然後呢 他就說 這個桶子現在放在好溝的第幾排 第幾個 他只是這樣講 他現在放在第幾排 第幾個 我們去看過沒有問題 然後我就問台電說 好 他放在第幾排第幾個 你講這麼清楚嗎 對不對 那哪一天我跟你到原能會 原能會 我跟你 我們一起去儲存廠 開關驗屍嘛 直接打開來看他是不是有問題 這樣不是最清楚嗎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打死他也不可能 就是說打開來又有危險問題 安全問題 就是不可能 那麼 這是一個 就是說我的照片是哪一張 台電就找哪一個桶子 可是問題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去推到 其他的桶子是怎麼樣的情況 如果說其他的桶子很普遍的 這樣子的狀況的時候 那麼整個檢診是不是需要去 去進行一個全面性的調查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了吧 檢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說我要的 不是原能會的那四張 那四張財力違規的公文 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 我要的是說 你的整個檢診過程裡面 所發生的問題你要去看 因為檢診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個 是因為它儲存的狀況不好 儲存的狀況不好 容易造成物色外形 再難以造成物色 第二個 減診的目的 剛剛已經跟大家談過了 是為了將來能夠 因為我假裝都裝好了嘛 對不對 我的船開到那邊去 我就可以一桶一桶 掉到船上 我馬上開走 再走 結果它減診 每一個桶子 如果說再碰到什麼 什麼海風什麼東西 又再要爛掉 那麼我今天把它釣到船裡面 開出去了之後 人員的安全問題 跟他要載到什麼地方去的 那個地方的安全問題 誰在那裡走 這個是檢診的問題 本身有很大很大的問題 那但是問題是說 我在做了這一系列的東西之後 監察院 第一個 立法院就要求員能會做報告 然後那個少藥主席 那個就是他在物館去護局長 就拿他報告之後看 我一看我就笑了 我說我花這麼多的時間 我只在做一件事 當院人會寫報告 他裡面就完全用我的 我的報告裡面的東西 就做了一份報告 交到立法院去 然後後來監察院 也對這件事情提出為糾正 監察院裡面的資料 也全部都是我的資料 這個都不管 但是我們所做的 所有的這些事情 其實到了一個官僚的系統裡面去 就發生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你抓什麼 其實我跟大家講 我的經驗 台灣的官僚其實不常說謊話 不常說謊話 那個所謂說謊話 就是可以說成白的 不會 是什麼就是什麼 譬如說 我剛剛講說 那個核廢料儲存檔 他會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譬如我就是進去的人 就是要待多久 那麼他會告訴你說 我們每一個統子 通通都有經過這個流程 每一個統子 都有經過輸送代 是不是 對 他不會騙你 他不會騙你 因為有資料的東西 他就不能騙你 每一個統子進去都有照片 出來有照片 每一個統統都經過輸送代 他一定會拿出這些資料 你打他這個地方就沒有用了 你也不需要去檢查那幾萬個統子 哪一個沒有進去 那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他不會騙你的 就是所有這些資料都在用 第二個呢 你今天質疑說 工人接受了高激量的輸送 對不對 那麼他會拿出所有的 每一個工人出場的時候 做的輸送檢測 每一個工人 每一個工人每一天都有 他接受的輸送激量的輸送 我都看過 那裡面也不會有問題 而且甚至於這些資料也都不是假的 也就是說能夠在文書上面看到的東西都不是假的 但是不在文書上面的東西呢 就可以通常這樣 終點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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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其實圓能會也完完全全的 看出了所有的問題 也知道了所有的東西在什麼地方 然後呢 從這件事情要推理到你整個階段過程 是產生了重大的瑕疵的 這件事情其實是很簡單的 但是問題是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最後呢 我要到的 這篇報導要到的就是 那四個三集圍 那第四個部分 結論的部分就是告訴你 這不是我要的 這不是我要的 但是呢 我在這個報導裡面 我已經把整個過程 包括說我從基本資料的說明 第二個東西就是 內部資料的流出 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跟台北哈欠人會對答 我都完完整整的 呈現在大崇文人前 最後我讓所有的人 是看到這個過程 這有過程吧 就是原來會只給了他 四個三集圍 但是事實上 他的問題在什麼地方 那麼那個那個那個 我這個報導在入圍 主要新聞講很有趣啦 那個評審說 這是日記體的報導 因為每天每天都在洗 每天每天都在打 然後每天都會 都有吸的東西 然後看起來有 小說般的情節 那所以說 其實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個那個 這篇報導 詳細的內容 因為我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 給大家做什麼事 那 那從這個地方 其實也看出 苦老老的一個位置出來 如果今天我們是綠蒙的話 我們當然也不會做 這樣子的事情 好 就是綠蒙大概就是看幾個會 然後提出他的訴求 可是我沒有訴求啊 我沒有訴求 我是一個媒體 我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這些東西 呈現在大家的願景 好 然後再接下來 還好 我其實一直在藉著這個事情 在談 那叫我一個個一位 我不是說